特朗普怎么不在监狱里 我的意思是这简直是叛国 如果在俄罗斯你这么做了 你可能在街上都待不了两秒钟 迈克尔 美国大选很快将会到来 特朗普当选总统会给国际社会带来怎样的危险呢 简单地说吧 非常的危险 他几乎让美国成为了被笑话的对象 让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都是肮脏的 人们不断地可以从电视中看到 他们会认为美国有一个民主党和自由党 想让我们效仿他们的政策等等 所以你看 这就是特朗普所造成的影响 另外一点是 特朗普蔑视北约组织 北约指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主要的目的是想要维护世界和平 我并不是一个战争狂 坦白地说 对于北约的有些做法 我个人是持着批判态度的 但是 你没有听到特朗普提到任何的原因 例如北约存在哪些问题 哪些做法是带有积极意义的 哪些会带来消极的影响 他想要破坏美国的选举制度 在没有任何的证据的前提下 这完全是非法操纵 他并不保证会接受结果 如果他输了 这是可耻的 民主的意思是在一场公平的竞争下 如果说你失败了 好的 什么是公平 我们有相关的程序 事实上 选举在美国已经经历了上百年的磨练 赢家就是赢家 即使非常的接近只有0.01%的差距 艾伯特·戈尔遇到的那样 好的 我认为情况就是这样 我认为艾伯特·戈尔考虑得太快了 但是特朗普并不是这样 根据目前的选举几率 希拉里获胜的几率为89% 特朗普只有11%的几率获胜 特朗普不会赢的 他现在所做的就是想要进行分裂 想要强调大选的过程是被非法操纵的 这是非常的危险的 因为你几乎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调起一场争斗 通过破坏和平 送用一个团队去对抗另外一个团队 尤其是像这样的公众人物 所以说特朗普是极其的危险的 不仅仅只是相对于美国来说 这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一样的 特朗普给那些独裁者和反民主倡导者 带来了希望 他们很多人位于很偏远的地方 好像是叫ISIS或者是DASH 他们把特朗普当作是一个招聘工具 我的天哪 你认为当特朗普处理好这些布面声明 拥有良好的公民形象之后 他会翻盘吗 他会不会翻盘 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预测得到 特朗普的意思就是王牌 对吗 他翻盘就像是世界末日 他的脑袋里好像无法保持任何一个有意义的想法 除了在别人身上赚钱还不交税 以及在全国的范围内 他一直都在进行着言语的欺诈 我记得他曾经说过 欧巴马并不是在美国出生的 我的意思是 他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他想要创造问题 在竞选中还会使出哪些手段呢 想要入住最高等级的办公室 但是却不做任何的功课和努力 这太想当然了 你想要七八岁的孩子看到这些吗 多数他们的父母永远都不想要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太害人听闻了 他的言论包括只要抓住女性的私处 发誓让希拉里进监狱 如果他当选的话 那么证据是什么 通过什么程序 你不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绝对可耻的 他正在威胁新闻自由 也许在进行了你我这样的讨论之后 也不会有好结果 美国正在走着下坡路 他不会真的入选 绝对不会的 还有就是持枪权 他将会把法律握在自己的手里 他想让学校的孩子们也获得持枪权 我是说他完全就是个疯子 按照他的惯例 每个人都要持枪 我的天哪 总之他不可能当选总统 他除了破坏共和党 什么也没做 还有他反对了奥巴马八年 目前的形势很好 你认为他留下的问题会继续吗 但未来会伤害美国吗 很遗憾 总是会有模仿者 你得到了共和党的提名 废话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未来不会是特朗普当选总统 感谢美国人民的智慧 但是谁又知道呢 他也可能会成立自己的电视台 因为他不喜欢福克斯新闻 如果希拉里当选总统 对于美国市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我认为他们会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听到你谈论了市场 我以投资为例 市场需要的是稳定性 他们需要知道将会发生什么 而关于希拉里 现在我们看到的 不是她最好看的照片 她是一个我们熟悉的人 不幸的是最大的问题 就像我刚刚提到的 奥巴马一改 问题在大选中几乎没有解决 我们都看到了 他们所讨论的债务 我认为美元将会继续保持稳定 尤其是希拉里当选 借款也会相对便宜 所以利好于美国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这将会创造就业和有效的提高需求 另一方面 劳动市场仍然紧缩 尽管美国经济表现是良好的 我之前提到了失业率不到5% 但是将会出现的情况是 消费会上升 因为新投资的到来 利率也会提高 因为劳动市场的紧缩 你还记得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吗 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说到过 当失业率下降 通货膨胀基本上会上升 这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 它很有可能将会发生 我认为通胀将会开始带来利率上升 通过增加私人和公共的消费 这将会让美元保持着强劲 所以我想要对杜高斯贝电视的观众说 需要关注的是美元会上涨 英镑会贬值 欧元同样也会贬值 好的 迈克尔 感谢您今天来到演播室 为我们谈论美国大选 感谢邀请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要忘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杜高斯贝电视